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DOKA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了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DOKA MySQL 今天我要带着大家 咱们在DOKA上装一个MySQL的服务 该怎么做 以前我给您做过Postal Grid 对不对 其实数据库市场的市场份额 MySQL远远高于Postal Grid 今后我也会专门给您开MySQL的课程 咱们马上开始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D 在DOKA上 咱们开发调试管理MySQL的数据库的服务 第二 这是一个今后预定 我今天给您做的课程是 咱们在一个Linux的虚拟机中 咱们自己安装MySQL 咱们自己管理 对吧 今后的预定 我是准备给您采用AWS的RDS服务 它里面会脱管一台MySQL的服务器 应该说是一个服务器的集群 对吧 它更加的安全稳定 也高效 可用性的 也更强 这个我放在今后专门给您讲AWS课程的时候 再给您讲解如何使用它的服务RDS 今天咱们先自己开发 自己安装自己管理自己部署 好不好 OK 然后我今天的课件都会放到我小马部落Discord会员专区 有兴趣的朋友去我的专区下载今天的文档 好不好 也希望您能够支持一下小马的YouTube频道 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给您访问一下MySQL的Docker官网 咱们看一下 这是DockerHub 给您访问一下 在这个里面 大家看 官方提供了一个MySQL的官方的image 对吧 好 咱们看一下它的tag 目前MySQL主要流行两个版本 一个是5 一个是8 大家看 两天前 还有这个5.6.51 对吧 李蒂斯 大家看看 还有8的版本 是这样 虽然5跟8系列都在市面上 感觉8的系列更新 对吧 其实以我掌握的知识来看 其实现在用5的公司更多 为什么 因为都是老的系统在维护在运行 对吧 它很难往新的数据库去搬 如果搬的话 非常的花成本 所以说用5系列的份额远远高于8系列 这是我掌握的知识 好 咱们先少续 那咱马上开始 前提 大家请看 我假定您在您当前的系统中 已经安装了Doker和Doker Compose 好吧 如果您没有安装的话 请看我前几期的视频 我会给您讲解如何的安装 好不好 OK 那咱们先少续 马上开始 今天咱们还是在Amazon上进行安装 我这给您开了一个EC2的服务器 对吧 咱们在这台服务器上进行安装 好不好 OK 那咱们就马上开始 稍等 我看一下我本地的状况 OK 咱们用这个命令 因为我今天给您用的是Amazon的Linux2进行演示 所以说 刚才那防止还考被错了 稍等 再重考 应该是考这个命令 因为Amazon它不是用用户名口令登录 它是用Key登录 稍等 我这次怎么考不过来了 OK 然后咱们再考上我的公网的IP 这样的话 咱们可以进入我的Amazon EC2的服务器 对吧 清屏 然后咱们看一下 Docker version 咱们是有最新的版本 这不是最新的 这是19.03 可用 最新应该是20.03了 好 咱们就试一试 马上开始 首先 咱们先下载MySQL的 我现在用的是5733 咱们看一下 5733应该是 你看这个位置 应该是它7系列的最新版本 咱们就用这个 OK 三天前 下载它 Go 今天的内容可能比较多 咱们一气合成 把MySQL所有的知识都给你讲到 同时 最后的 这个视频 最后的最后 我还用Node.js给你去连一下 咱们编点Node.js代码 咱们就连接税库服务器 好 安装完成之后 咱们Docker 我先清屏 Docker Image List 大家请看 已经安装成功了 对吧 OK 这是三天前的最新版本 OK 接下来 大家请看 我通过这行命令 来在我本地 启动一个MySQL的服务 好不好 服务名叫 口骂地币 然后 因为咱们要启动 MySQL 默认是口令认证 所以说 在这地方 我指定了一个 MySQL的root 口令的password 叫什么 叫12345678 当然大家不要叫这口令 实际运行 市场环境千万不要叫这种 最弱口令 好 咱们试试 咱们马上就启动 一个MySQL OK 然后咱们看一下 containerls 在了吧 OK 没问题 那么干什么 咱们进入这个share 通过这个命令 进入这个share OK 咱们现在就在 MySQL这台假定的 Docker虚拟机里面了 对吧 OK 那么干什么 咱们先列出一下 它的目录 大家请看 这个不是我本地目录 也不是Amazon EC2的目录 而是咱们虚拟机 Docker 这个MySQL 给咱们带的目录 大家看这个位置 这不是干什么 一会咱们会用到 咱们会往这个目录里面 放置一些个数据库的 初始化脚本 放在整个这虚拟机的 根目录下 一个叫做Docker 进入点 Entry Point 初始化DB 这么一个目录 好不好 OK 然后是这样 我先清个屏 然后咱们现在 是在Docker虚拟机里面 对不对 咱们因为已经启动了 MySQL服务 对吧 那么咱们就用 MySQL的命令 咱们去连接它一下 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uroot -ppassword 然后指定本机 对吧 试一试 go 输入那个最弱口令 八位 大家请看 我已经成功的连接到了 MySQL数据库 对不对 OK 接下来做个简单的操作 什么操作 显示一下当前的数据库的一览 出来了吧 大家请看 默认有四个数据库 对不对 咱们可以使用任何数据库 但是这都是系统级的数据库 咱们不要使用 咱们也有开发 要用咱们自己建的数据库 好不好 OK 接下来退出 EXIT退出 让我清一下屏 好 那么接下来干什么 我想把这个容器删掉 删掉之后呢 咱们用Docker自己的打包方式 咱们打包一个自己的数据库服务 好不好 OK 那咱们做 清理现场 对吧 犯网罪也要清理现场 好 试试 清理 我 错了 退出 好不好 我刚才是在Docker里面 现在 现在还在运行 对吧 咱们通过这个命令 清理现场 OK 清理完之后 咱们看一下 是不是清理干净 用这个命令看一下 Dockerleases-A 如果您不加-A的话 它显示是当前正在运行的container 您加-A 才是您系统中所有的container 这个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加-A 好 清下屏 好 那么干什么 接下来就是今天咱们的重点 我要给您搭建一个数据库服务器 使用MySQL镜像 那么我要先对我本地的目录 进行一些个规划 规划完之后 咱们再打包一个自己的镜像服务 然后去部署 好不好 那么怎么做 大家请看 我这有一个编辑 我的本地的目录结构 大家请看 我在本地建一个MySQL的目录 对吧 我在这个目录下 建一个初始化数据库DB的INITDB 在这个目录下 我会放置一下 一些个初始化 咱们数据库的脚本 比如说建数据库 建数据库表 插入数据 对吧 一会我在这都会做 接下来 我再建一个 大家请看 MySQL下 再建一个数据文件夹 这是干什么的 是这样 咱们建一个DOKER的MySQL的数据库 对吧 咱们实际存放数据的那些个内容 不应该放在DOKER的假想的虚拟机里面 应该放在咱们本地host主机上 对吧 那么放在哪 就放在这个目录下 一会儿 我会给您绑定 咱们现在通过这个命令 是在咱们host主机建一个数据文件夹 然后我把它绑定到DOKER的里面的一个虚拟路径上去 这样的话 DOKER容器就算不存在了 就算不运行了 但它数据还有 以后咱们升级MySQL版本的话 直接引用咱们host主机的这个数据文件夹就够了 这是DOKER方便的地方 好不好 咱们说干就干 马上开始 首先在本地 咱们建一个MySQL 够 行吧 然后不算完 咱们再见一个初始化的DB 一会儿脚本我都会给您加进去 好 咱们再来 数据文件夹 这都是必不可少 好 然后这就开始了 咱们今天要用到DOKER Compose 过两天 我会给您详细的再讲解DOKER DOKER课程 我准备花点力气给您讲 为什么要花力气再讲DOKER呢 因为今后我给您讲AWS的时候 很多的地方都会用到DOKER技术 真的是太常用了 好 好 那咱们 我看 当前的目录下 OK 咱们开始 当前目录下 咱们就建一个Compose 叫做 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其实很简单了 我呢 注册一个MySQL服务 然后呢 绑定一下 MyDOKER 绑定一下 MySQL下面的DOKER文件 然后呢 指定一个端口映射 然后大家看这地方 我把本地的初始化数据库的脚本目录 和咱们刚才的虚拟中期虚拟机中的初始化目录进行一个绑定 同时把本地的数据文件夹 和咱们真正虚拟机里面的那个存放数据的位置进行绑定 这样的话呢 这个数据库存储的数据文件都会放在本机 好不好 然后呢 我这指定一个DOKER image文件名 同时给一个初始化的口令 好不好 OK 那都准备齐了 咱们赶紧做 如果不明白 朋友没关系 留言进入我的社区 咱们一起讨论啊 好 存盘退出 好 然后接下来 咱们再编一个数据库初始的SQL文档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 在这文档里面 咱们建一个数据库 BlogDB 然后呢 加一个表 然后呢 给这个表里面加三条记录 对吧 大家请在这位置 我加了一个用户表 一个ID 一个名字 然后呢 在这表里面 BlogDB的user里面 又增加了三条记录 Colma 小马 MySQL 好不好 OK 马上编辑啊 今天这课程可能有点长啊 知识点设计的比较多 马上拷贝运行啊 OK 然后拷贝上 咱们初始化脚本 没有问题吧 存盘退出 最初有键盘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用时间长了 这个是一个键不太好用啊 好 接下来咱们再做一个DOKER file 这个DOKER file呢 是描述咱们要建立的这个镜像 MySQL镜像里面的信息 好不好 咱们拷贝一下 建立啊 OK 然后拷贝上内容 这个内容以前都给您说过 在这边 就在这个地方就不做详细啊 我以前课程呢 DOKER 课程都给您做个讲解啊 好 然后 是这样 咱们买SQL 不好意思 咱们买SQL呢 是要有自己的设置文件的 对吧 为了今天简单起见 大家请看 我只给您设置了几个内容啊 只是设置了一下 它服务器端的字符级 好不好 咱们建立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一会儿也会打包进去 OK 这个文件也建完 然后 咱们就可以启动执行了 在启动执行之前 干什么 我带领大家先看一看咱们的目录结构啊 清一下评 大家请看 有当前 我的买SQL目录下 有一个DOKER文件 然后有一个数据文件夹 有个初始化的脚本 还有一个买 有一个这个叫做叫什么 买SQL的设置文件 对吧 然后呢 在咱们的初始化DB的目录下面 有一个NIT SQL 初始化咱们整个的数据库的服务 好不好 OK 这个就算可以了 清一下评 然后回到咱们上一集 咱们的DOKER Compose 是在这个地方 对吧 刚才已经给您看过 好 那咱们接下来干什么 打包运行 首先编译一下 看看咱们这个DOKER Compose 能不能编译成功 好不好 试一下 Go 如果编译成功的话 它会在咱们本地生成一个 我自己建立的镜像 咱们看一下 清评DOKER ImageLS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这是我刚刚建立的自己的镜像 它里面已经给咱们打包好了一个MySQL应用 在这个应用里面 有咱们的初始化的脚本 有咱们对MySQL的一些个参数的定制 对吧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启动它 运行它 然后使用它 怎么做 马上开始 通过这个命令 做精灵启动 因为它是一个数据库服务 所以它要做成精灵现成 Go OK 看起来好像是启动成功 用这个命令查看一下 怎么样 在着呢 而且端口已经映射到了本地 也就是说咱通过本地就能够使用它 对吧 我看看这个NMAP能不能看到它 我扫描一下端口 大家请看 在着呢 说明本地已经成功的启动了这个Doka的服务 没有问题吧 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咱们就要去连接它 然后呢 大家请看 下面这些命令呢 比如说这个进入这个容器 然后呢 看这容器的log 包括停止容器 删除容器 以及各个这种命令 我以前都给你讲过 我就不再给您赘述了 好不好 咱们跳过去 有兴趣朋友 你可以执行这个命令 来看一下查看容器的状态 我这时间源这块咱就不做了 干什么 大家请看 咱们进入容器 咱们还是执行刚才的步骤 看一看我的数据库是不是建立了 看看我的数据表是不是建立了 看看我数据表里面的数据 是不是已经建立了 为什么 因为我在上面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做了一下数据库的初始化 然后才做的打包 那么他是不是把这些初始化工作 都给我做了呢 我需要确认一下 那咱们马上开始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够 说够我也得粘一下 好 OK 我看 稍等一下 大家请看 今天的数据库名变了 变成这个了 拷贝一下 是这样 这个数据库名 是根据您本机的情况 它可能会给您动态生成一名的 是吧 OK 我进来了 进来之后 咱们连接一下 因为这是工作文件名 可能每次显示的内容不一样 这个请您理解 根据您当时机器的情况 它会给您一个自己的名字 OK 大家请看 我现在已经成功的链接到 咱们MySQL数据库的服务了 对不对 OK 那么咱们还执行刚才的内容 首先 收DB 是吧 收一个DB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大家请看 我建的数据库已经在里面了 刚才咱们看是可是没有的 他们认识没有这个BlogDB的吧 有没有 有了 OK 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使用这个DB 对吧 使用这个DB 然后 收这个表 大家请看 DB下是不是有这么一个U字表了 有了吧 OK 那么咱们再select一下这U字表 大家请看 在这个数据库的表中 也有了咱们的数据 也就是说 我现在干个什么事 我在本地 做了一套数据库的初始化的脚本 有数据库的设置 有数据库的内容的表的设置 有数据的设置 然后我把这些设置打包成了一个自己的镜像 然后这个镜像我运行时 他就会把这个镜像里面的内容 初始化成我要的样子 然后咱们系统就可以运行了 对吧 咱们想想 咱们不管做任何的数据库的项目 这数据库不可能说一上来 数据库的数据是空的 对吧 一定有些基础数据表 对吧 那么我今天的这个工作 就是帮咱们完成数据库的初始化 建立基础数据表 然后打包镜像 然后给生产环境启动使用 好不好 OK 这个就是咱们一气合成的动作 但是还没有完 为什么 因为我还想用咱们的这node.js 再去连下数据库服务 合不合意 该怎么做 咱们试一试 我退出 好 然后清评 接下来咱们用node.js 咱们再去连接数据库 为什么 因为这数据库本地已经有了 咱们再看一下 既然有了 而且里面还有数据 咱们干嘛不用它一用 对不对 试试 怎么用 首先您应该是用这三行命令 安装下node.js 我已经安装成功 咱们看一下 node.js是我经常用的工具包 所以说我不管哪台机器 我都会装 好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要编点node.js代码了 咱们去连一下这数据库 好 咱们说干就干 马上开始 我给您拷贝 咱们先建一个myapp的文件夹 对吧 然后进入这个文件夹 对吧 然后初始化一个咱们node.js的工程 没问题 然后咱们安装一个node.js的mySQL客户端的工具包 没有问题 然后清一下屏 安装完之后 咱们编一个myman.js 这是我经常用的文件名 然后在这里边 咱们就可以敲一些个代码 node.js代码去连接mySQL的数据库 好不好 咱们试它一试 就是这个代码 今天的内容可能有点多 实在是抱歉 好 大家请看 我通过这个连接方式 建立了一个数据库的连接 指定IP用户名以及口令 包括我使用哪个DB 因为我的DB里面有个user表 所以说 我通过这个地方去查询user表 并且把查到的内容输出到控制台上 好不好 OK 试一试 希望咱们能够一次成功 存盘退出 然后node的空格 空格还忘加了 我一执行的话 数据库中user表的数据就应该出来 咱们试它一试 Go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没问题吧 大家请看 什么什么 说什么咱们数据库成功打爆 成功启动 成功的可以读到里面的数据 同时咱们通过第三方的工具包 我给你用的是node.js 还能够成功的连接到它 您可以用python等等 jala都可以 也同样能够达到相同的效果 OK 这就是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有点多 咱们呢 在Doka上建立了一个 咱们自己的MySQL服务 然后呢 再做个打包 同时呢 通过第三方的编程语言 还能够连接到它 这是今天要给您分享的知识点 OK 今天的知识点就这么多了 我今天的课件呢 都会放到我的Discord会员专区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访问一下吧 希望您能够支持我的小马技术频道 OK 那今天就是这么多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